2022年10月31日,孟天实验舱圆满发射成功,预示着中国空间站一期工程载轨轨建造任务将大功告成。 爱好航空航天的香港中学生们观看了直播,共同见证了这万众瞩目的历史性时刻。 有学生表示,对孟天实验舱的发射充满了好奇。 天空空间站的成功和合体,让我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希望,也感受到了那一把时代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年轻人一代的手中。 前不久,香港学生也通过直播的方式观看了天空课堂第三讲。 今年10月,国家首次在香港地区选拔载荷专家,让香港青年有机会探索太空,深度参与国家航天项目, 大大加强了两地科学人才及技术的交流,帮助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此次选拔在香港各界反映热烈,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指,报名人数超过了120人。 今年4月,中国载人航天发起《带着我的梦想上天宫》征信活动。 香港陪桥中学学生陈曼玲,怀着对太空的热爱与向往,收到了来自中国空间站的第一封回信。 这不仅是神十四陈祖送给香港回归25周年的一份礼物,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学生的关切。 航天员陈东在一千五百多字的回信中,答疑解惑,分享了追梦的故事。 十几岁的你们活力四射,充满生机,正是去做梦,追梦的过程。 愿你认真学习本领,也愿你保持对宇宙的好奇,将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。 面对人生或者是梦想也是总是要面对挑战的,只要能够有坚定的信念来克服它,一定能获得成功。 在2016年,由香港师生设计的水魔实验,太空阳残,双摆实验,更是被神舟十一号航天员一同带上了太空。 由开始的时候到最后,法国同学的变化是很大的。 初期时只是参加比赛的心态,但去到后期,他们觉得原来我们展示了实验, 是可以给到这么多的,无论在香港,或者是我们国家这么多的小朋友去看到他们的实验。 他们觉得就好像背了一个责任在身上。 航天是中国科技成就的杰出代表,从神舟十三号到神舟十四号的三次天宫课堂, 专设了香港分会场。 香港青年们通过直播,观看授课,并采用天地连线的方式进行了航天互动。 陪桥书院正是香港课堂的举办地, 全港十二所中学,三百余名师生一同上课, 在青少年的心中埋下了航天梦的种子。 从2003年,杨立伟及航天专家访港, 到今年香港学资与神舟十三号陈族进行天宫对话, 不仅激发了香港青年对航天的探索之心, 更是大大加深了他们对国家航天发展的认识和了解, 增加了对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。 这一次的天光伙同是大大地引发了我们同学仔的, 他们对于太空科技的兴趣, 也都激发了他们对于太空事业的疫情, 也都是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全体的私生, 我们的同学们, 他们对于国民身份的认同, 和作为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。 杨立伟昔日在裴乔中学种下的小树苗, 已经长成了参天的英雄树, 希望航天梦点燃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热情, 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成为一种传承。